下午 我好害怕朵朵 怕不能佩服我工作 还想报复我 放心 今天 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安朵朵 有秦朗给我撑腰 你就等着被赶出公司吧 哎呀 薇薇 你看这朵朵都已经想通了 也给我这么充分的诚意 你就大人不计想要过吧 一定是庄子 怎么会呢 我这个人一向公事和私事分得很开 你知道的 怎么会因为这点小事公报私仇呢 行吧 那个你们两个呀 就握手严格 这就对了 我还有事 你们就好好聊聊 行了 你 把我的设计还给我 听见没有 我凭什么说身体设计 你有就是吗 你打我 你打我 什么打你啊 你有证据吗 我要告诉秦朗 反正我打你 我不打你 你都要是我打你 那我不如就打得动得好了 秦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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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不到你 秦朗 思想 使我 非常重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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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我 谁敢打我老婆 你别开除了 怎么回事啊 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不是 我就是说吧 谁让你帮忙了 我有好多戏都没演呢 多管闲事 做我的老婆 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这件事情 我还是得靠我自己 谢了 难道你不想拿回自己的设计吗 靠你一张嘴 证明不了什么 我家催婚催得很紧 只要你做我三个月的老婆 我就帮你 你的意思是假装你的老婆 大爷 不是不可以 不过 如果我答应了 你咱怎么帮我呀 今天我来视察 不巧 听说了一桩纠纷 既然各位高层都在 不如大家一起来评评理 好 李薇薇 这是你设计的吗 没错 这就是我的设计 你撒谎 口说无凭 十五分钟内 你们分别把设计稿画出来 谁能画出原稿 谁就是原作者 开始计事 这不公平 他看过我的草图 他当然知道怎么画 我不画 我不画 还给我不敢画呀 行了 我觉得 我觉得得画 你说呢 是 是得画 是得画 真真不怕火烈 画 我不是已经画了吗 这就是我的草稿 你确定吗 我是设计师 我当然记得细节 那真是可惜了 这个 是我新画的 往前点 给大家看清楚了 各位请看 我的这个作品呢 叫《雨天的相遇》 所以呢 我用水滴形的珠宝 代替了里面圆形的珠宝 在这里面 怎么可能出现圆形的设计呢 没错 我确实演发 这张才是我的设计宝 是这个呀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这张 手链上没有刻字 也不是 李维维 你看这三张 李维维 你既然真的 盗用别人的设计稿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李维维 你被开除了 老板 半个小时前 他就被开除了 哦 那就发集团公告 此人 永不录用 散会 太容易了 行吧 你听我解释 今天 今天谢谢你们啊 恭喜升职 是安朵朵设计师 安朵朵设计师 恭喜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老婆 既然是要做总裁夫人 是不是也有点经费啊 正好我最近要租房子 老公 搬到我家 不用花钱 想得美啊 陪我参加明天的家业 我给报酬 一万 胡椒 岂有此理 琴棋大庭广众之下把你开除 让我儿子的脸往哪儿搁 妈 都怪安朵朵 她这个女人 满嘴谎言 最会骗人 小叔叔一定是被她利用了 她现在能报复我 说不定 下一个就是秦朗啊妈 谁敢动我宝贝儿子 妈 安朵朵报复心极重 您可要想想办法呀 明天就是秦家家宴 我找秦老夫人亲自出马 好好收拾这个小贱人 这院子好气派呀 那当然 这院子可是我小叔叔 他有钱 那你说秦家家主 以后会不会是你呀 别让说 等一下 这是什么 小心点 妈说秦老夫人最喜欢古董 特意嘱咐我准备一份礼物 这里面的东西贵重着呢 我看 我看 你小心点 家宴就在这儿吗 今天你会见到我妈 好好表现 别露出马脚 那么多人 我要说外衣 把外衣出了一点差错呢 扣钱 我一定当一个绝世好儿媳 你小心点 你小心点 得得我啊 你不是还有话 跟小叔叔说吗 对对对 我先自己去逛逛 小叔叔 公司有一些融资的事 我想跟您汇报和我 不能以后再说吗 这刚好在家宴前 我跟您聊两句嘛 行吧 有话快说 走